今天我們來吃的這些就是在 2022年入選米其林必比 我吃的很厚 有點炸死 早餐吃什麼 午餐吃什麼 晚餐吃什麼 我們今天大家來吃晚餐 今天我們來吃的這些就是在 2022年入選米其林必比 的阿明珠心 其實很多台南的珠心 東粉 耕耘應該都是來自於阿明珠心 那我個人呢老實講 我也還是比較喜歡吃 阿明珠心的阿明煮的這個版本 這間入選米其林必比 的阿明珠心 到底好不好吃呢 Let's go 好久沒有吃 好久沒有吃 這隻阿明叔叔煮的東粉好吃 他這個 那個切得很厚 有點炸死 超好吃 而且它足心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足心真的很好吃 好吃 好久 我更喜歡吃它那個 腦羞 沒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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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豬甲也是我喜歡 但我豬甲我喜歡乾拌 那個醬真的也是很好吃啊 這個超好吃 今天人比較少 都不用排隊 完食 也不就是要吃 我今天要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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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整体口味吃起来还是阿民的味道 但他那个口味上 我发现确实有变比较清淡一点 可能味精比以前少加了许多 这点我觉得是好事情啊 我没有缺点啊 我觉得吃阿民出心 这吃的不是他的口味的咸淡 而是他们共一火候的掌握 才是阿民本身厉害的地方 最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你们也可以去试试看他们细出同门的其他间 那我就不说了 因为底下一定会有人分享的 想知道看留言处 大家就会分享给你知道了 有知道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帮我讲 因为我讲的话比较不适合 下期再见了 拜拜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